那麼當川普看起來 一隻腳已經踏入白宮了 有一個人剉在蛋啊 習近平要哭了嗎 鍾伯哥 其實喔 川普之所以會當選 讓中國害怕的原因 在於他的保護主義 你要知道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 所以如果一旦他當選 而且他現在是羞有成竹喔 他覺得他現在都已經可以開始 跟拜登政府在做交接的 這樣的一個準備 當然這是他自信滿滿 那為什麼外資會怕 甚至有少數的中資也怕 你關稅一旦提高到 2018年他就25% 你覺得這次他會提高到幾% 他對電動車已經說要白白了嘛 那如果假設這樣到時候 對於很多的東西都騙擊到 我們說的就是殺到血流成何 50% 100% 什麼都一樣 不是只有電動車的話 那我想這些中資外資 當然要想辦法 跑到東南亞去設廠 所以你看川普重返白宮 那這些呢 有27家這路透社調查 有27家出口商 這些出口的廠商 他調查的是 他的基準是 你至少有15%的生意 是跟美國做的 結果發現這27家有12家 就是說 只要川普重返白宮 我就是撤出中國 根據WSJ的調查 說雖然中國的民心不穩 在截至6月底的過去一年 就從今年6月往前回推一年 說竟然有8.14兆台幣被 論出了中國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這樣 其實你今天要把幾錢 從中國挪到國外去 或挪回你自己的家鄉 這個有規定的 每年就是5萬美金 你超過的話就不行了 有嚴格規定 那怎麼可能 能夠匯出這麼多啊 就代表這個都是透過 地下管道嘛 比方說像是藝術品啊 或者是加密貨幣來洗錢 即使我非法轉移 我都要不洗逃命就對了 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企業要逃命 有錢人他也想辦法潤出去 結果這個IMF的總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這個喬治艾瓦 他就講 他說你中國現在的消費力道 真的是 其實我這樣講好了 他只講結果 但是大家去想原因是什麼 你今天如果你是老百姓 你發現未來中國的經濟 不是寒冬而已 是嚴冬 那你會怎樣 你不會花錢嘛 再加上你買房子 又被房地產拖累 這個時候你沒有錢也好 不花錢也好 所以難怪啊 喬治艾瓦講他說 你這個拉動國內消費 如果再不拉 你的經濟增長遠低於 4% 以前不是喊保五嗎 其實保四就不錯了 還保五對不對 那當然喬治艾瓦呢 他似乎這個燕子沒了 烏鴉反而來了 那根據這個 Brock來的報告 就是我剛所說的 民眾被房地產拖累 照他講 他說中國家庭 因為房市暴跌 遭受巨大財富損失的估計 達571.4兆 你這什麼概念 就相當於呢 我剛講了 每個這個家戶損失 每三口之家 大概是損失191萬台幣 這麼慘啊 這損失的金額 相當於中國人均GDP的五倍之多 就是說 以人均我賺的錢 結果我現在虧是虧比賺的錢五倍耶 好 你知道不是只有人民沒錢啊 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 房地廠商通通拖欠銀行 銀行也倒大沒 金融也好慘喔 我跟你講 這個 雨昕 中國四大銀行之翼的建設銀行 前四大龍頭要求其總部員工 我沒錢啊 大家 共體時間 減薪10% 直接切減薪 還有更猛的 恒大 恒大不是倒了嗎 許嘉義不跑了嗎 現在被關起來了嗎 主要在全人中國民生銀行 被員工指控減薪50% 當然民生銀行是出來否認的 但是空穴有時候不來風不是嗎 溫州某國企員工月薪從8000元減至2500元人民幣 這不打三折嗎 好 你要怎麼讓人家共體時間呢 中國南方電網他員工就爆料 他說我們的工資每個月限制是500塊人民幣 但他為什麼還在做 不然他黑馬後至少我還有錢令 所以再回到IF總裁喬這愛我講 說你要拉動國內消費 中國也想拉但怎麼拉 所以看起來中國已經慘到一年論出 將近四個台積電這樣的概念 所以多慘呢 怎麼慘到連雪碧都能拿來法拍喔 這個雪碧的故事最近在中國很有名 江蘇嚴城法院法拍 就是那些我們講的債務人 你還不出錢我就拿你的錢來法拍嗎 這個台灣人也聽得懂嗎 你法拍來雪碧是什麼意思 你是在嘲笑我嗎 其實法院也不是法院就就事論事嘛 但是他在背後的確可以看到很諷刺的故事 因為這瓶雪碧的主人 他本身是兩家一個生技公司喔 還有一個是什麼工廠的老闆 他是負責人 結果呢他說我就破產我就沒錢嘛 那現在法院的這個查封發現我有一瓶雪碧 然後就拿去賣了 哇 這背後的故事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實在是很諷刺喔 是 上海東龍家坊 這看起來是做紡織的喔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他呢 現場所有的員工在那裡 抗議 為什麼呢 因為老闆不見了啦 老闆鬧失蹤老闆跑了 老闆呢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表情很詫異 因為連夜搬廠搬設備啦 廠房當然是跑不掉 設備都不見了 而且他們其實之前就有說到老闆可能說要支撿他們 然後可能會給他們五萬塊人民幣的賠償金 結果呢 沒啦 那是說好聽的啦 我設備都搬走了 你想搬去 搬去給法拍都沒有辦法 所以剛剛那些被減薪的還是幸福的 減薪含有薪水這些都沒有耶 是不是 雨昕 所以我們想講嘛 就是說連五百塊人民幣我都要 撐著 硬著頭去撐著下去做 好 那這時候什麼 鐵飯碗相對就來的珍貴了 中國的國考截至 12月23號有266萬人去報考 不過有人估計今年應該會到283萬人 那錄取多少呢 大概4萬人 我回除了一下 這4萬人回除283 錄取率呢 是1.5% 100個人錄取1.5個 不容易嘛 而且呢你也知道 中國的高考一向就是很難啊 嗯 好啦 100個人只錄取1.5大家還是搶破頭 我告訴你這還不是最誇張的 這還不夠 你知不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工作職缺 他就中華職業教育社聯絡部主任 好 那這個主任呢 他就是一個缺額 結果一個缺額報考人數是 1.18萬人 1萬1800人去報考這個主任 而且你要考的內容有多少呢 這個主任 你真的是上市天文下市地理喔 你要考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 歷史學 理學 工學 管理學 什麼都要會 那為什麼這樣的 還有1萬1800人要去搶 你再對比我剛才說的 500塊的藍領都要做 何況是鐵飯碗的白領 是 中國的住建部 國家金融監禮總局 他們最近呢 聯合召開保交房工作推進會議 白話講 這兩個都是國家的單位 監管房地產 這個蓋房子跟交房子跟這個 你是不是有 就把這些錢挪用他有 預售屋的錢有沒有挪用他有 的兩個國家單位 一起來監督你這些建商 你一定要保證交房喔 你要保證交房喔 那保證交房就會有個白名單 這白名單的概念我講給大家聽 就是本身你這個房地產商 你所推出的這個項目 比方說你最近要蓋一個小區 你這個小區已經在蓋了 而且呢 你所收到的這些預售屋 購戶購買戶的預售款 你沒有挪用他用 不像恒大當時不是東牆補 是一把亂挪嗎 經過這幾個 我層層調查真信 覺得你這個小區的項目 錢 你預收的都沒有挪用他用 我就把你列入白名單 也就是合格的名單 那這樣的政府 已經有點類似辦保證了嘛 那這樣的白名單送到銀行 應該就大概白白透懂啊對不對 錯 我告訴你喔 即使住建部跟國家金融建立總局 它擴大了這個白名單 與你政府掛保證的建案 結果呢 喊出今年說我們要通過四兆人民幣 那開發商就講啊政府啊 你幫我掛保證 我房子也真的在蓋啦 我就缺錢蓋下去啊 不然我會變爛尾了喔 那銀行就不給我啊 那銀行為什麼不給你 為什麼咧 我剛不講了嗎 前四大龍頭之一的建設銀行 他也沒錢啦 他在減薪 代表他一定有些錢拿不回來 還有被恒大拖累的 對不對 這個 逼桂園拖累的等等的這些銀行 好 中國房地產的白名單 就是政府掛保證的喔 他的融資截至10月16號 就我講話前的一個禮拜 已經通過達2.23兆 那到年底我覺得4兆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又怎樣 我銀行就算看在政府的面子上 我也把錢給你了 你們是白銀班 你們好棒棒 可是你們為什麼還是虧呢 來 上半年光是房企就有47家租金滾水 會列入47家這名單裡的 一定都絕對不是小型的 至少中型以上的 龍頭嘛 我就拿萬科出來給你看嘛 他虧損70到90億人民幣 這是他上市多年來首次出現 第一上半 就是上半年一二季虧損的喔 好再來融創 融創也是中國很有名的 這個房地產龍頭之一啊 他上半年就是H1 虧損了149.6億人民幣 他已經是連續三個半年業績虧損了 所以呢 他年初也被政府納入白名單 有90項的建案是合格的 是銀行要給他錢的 結果呢 他還不照虧 代表你現在是怎樣 蓋一棟虧一棟嗎 因為沒有人要買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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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